咬得那只安安 有一天,狐狸妈妈带着四只小狐狸出去找吃的 它们在草丛中前行着 你们几个可不要乱跑哦 这里可是很危险的 哦,我们知道了 妈妈,我们不会乱跑的 是啊,妈妈 我们都会听你的话 不会离开你身边的 哇,好大的一片水域 真是太棒了 安安,你快回来 不要乱跑 不许你离开我身边 妈妈,我就想去看看而已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湖边很危险呢 千万不能乱跑 来,你们跟着我 我带你们去找好吃的 这里的炉根,味道很好 你们尝尝 哦,真的很好吃哦 甜甜的,凉凉的 妈妈,我也要尝尝,我也要尝尝 妈妈,也给我一块 我也要吃 不要着急嘛 妈妈慢慢帮你们找 我自己也能找的 不用妈妈帮我的 嘿嘿嘿,我也找到了 这是我的,你们谁也不能跟我抢 呸,呸,好难吃啊 谁说这东西又甜又凉 哈哈,你找到的这个炉根 是褐色的,是去年的 当然不好吃了 我们吃的是新生的炉根 是白色的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这里白色的炉根可不多啊 所以,我们要耐心的寻找 不要着急的 看来,这一片草丛里 那种白色新生炉根太少了 不如去别的地方找找看 说着,这只调皮的小狐狸安安 偷偷地溜走了 朝着不远处的芦苇丛 跑了过去 她根本就没想到 在那里,竟然会有一个生动 要快点 不然让妈妈发现我离开了 可会被妈妈再教训一顿的 不好,前面有洞 哎呀,好痛啊 怎么这里会有这个大洞啊 这下糟糕了 该如何爬出去呢 妈妈快来啊 快来救我 妈妈,快来救我 什么声音 好像是安安的叫声 你们谁看到 安安跑到哪里去了 我没看到 刚才她还在这里呢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咦,你们听 那是不是安安的声音 救命啊,妈妈 快来救我 没错 是安安安的声音 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一定是遇到了危险 孩子,你别害怕 妈妈来了 狐狸妈妈循着安安的叫声 找到了那个生动 可是这个洞 可是这个洞又深又抖 她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孩子从这里面救出来 怎么办 这下该怎么办了 妈妈,快救我上去啊 孩子,妈妈现在没有办法救你上来 不过,你别着急 我会想别的办法的 妈妈,你可要快点想出好的办法啊 哎呀,好可惜 差一点就抓到了 这些野鸭子真是太狡猾了 我有办法了 你们赶快躲进芦苇丛里 我去找人类帮忙 妈妈,你不是说人类很危险吗 是啊 你不是告诉过我们千万不能靠近人类吗 现在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也只能冒险求助人类了 妈妈,你可要小心点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不过,你们可得听话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不能从芦苇丛里跑出来 妈妈,你放心吧 我们会听你的话的 正在路上寻找野鸭子的阿坤 突然看到了一只狐狸 他在前方不远处一拳一拐地走着 一边走,还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着 哈哈,今天要是没抓到野鸭 抓一只狐狸也是不错的 这个狐狸在搞什么鬼 他好像是在假装受伤 哼,我倒要看看 他在耍什么花招 阿坤就这样跟着狐狸妈妈 一步步走进了那个深洞 他只顾着追赶狐狸 却想不到一脚踩空 竟然也掉进了那个洞里 哎呀,好痛 这里怎么有一个洞啊 糟糕,这个洞这么深 根本没办法爬上去 这下该怎么办啊 都怪你 要不是你,我也不会叫到这里来 啊,什么声音呢 小狐狸,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原来你妈妈是想把我引到这里 救你出去啊 可没想到,我自己竟然也掉下来了 小家伙,你也是不小心掉下来的,对不对 不要害怕,我会带你出去的 小家伙,不用担心 我可是你妈妈请来救你出去的 不信,你问问你的妈妈 小狐狸似乎听懂似的 抬头看了看洞口的狐狸妈妈 狐狸妈妈朝他叫了两声 安安听后,看了看阿坤 然后小心翼翼的来到了阿坤身旁 你们真的这么信任我啊 好吧,那我就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 小家伙,我把你扔上去 哎,你一定要小心哦 好了,你们团聚了,赶快走吧 以后可要小心点 可是我该怎么离开这里啊 今天我跟爷爷说 要去镇上找爸爸妈妈 爷爷会以为我到镇上了 他看不到我是不会找我的 而这里这么偏僻 哪里会有人来 我不会死在这里吧 救命啊,有人嘛,快来救救我啊 没人会来这里的,没有人会发现我的 看来我真的会死在这里 狐狸妈妈看到在洞里哭泣的阿坤后 就转身离开了 他将自己的孩子们送回家后 便直奔人类的村中而去 村边一个房子,笛巴墙内养着许多鸡 狐狸妈妈飞快地靠近这户人家 他看了看护兰 然后飞快地用爪子抓护兰 不久就拨开了一个缺口 他一下子钻了进去 院子里的鸡群大惊 发出一阵阵惊苦的叫声 爷爷听到鸡叫后 一下子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哎呀,真是大胆的狐狸 大白天的,竟然敢跑进家里来偷鸡了 真是无法无天哪 你这个家伙,原来是从这里跑进来的 说着,爷爷捡起一块石头 朝狐狸妈妈扔去 狐狸妈妈急忙转身跑开 爷爷并没有追赶他 而是将围栏再修理了一下 我看你再怎么进来 还好,这些鸡没有被伤到 啊,他竟然没有追上来 看来我得再想想办法了 狐狸妈妈又一次 开始从另一个地方扒着围栏 很快,他又扒开了一个缺口 然后飞快地窜了进去 院子里的鸡顿时又艰苦地叫了起来 爷爷又一次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可恶的狐狸,你竟然又跑来了 今天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啊,你这个家伙 竟然敢叼走我家下蛋的母鸡 你给我站住,不要跑 狐狸妈妈叼着那只母鸡朝着湖边的芦苇丛跑去 愤怒的爷爷紧跟其后 狐狸妈妈始终和爷爷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让他追上,又不让他落后太远 你这只可恶的狐狐狸 别跑 爷爷,是爷爷的声音 爷爷,我是阿坤 快来救我 爷爷,快来救我 阿坤,阿坤的声音 他怎么会在这里 救命啊,爷爷 快来救救我 阿坤,不要害怕 爷爷来了 爷爷,爷爷,我在这里 快来救我 原来他是引我来这里救阿坤的 真没想到 这只狐狸竟然如此通人性 阿坤,不要害怕 爷爷这就去找绳子把你救上来 很快 爷爷便找来了绳子 将阿坤从洞里救了出来 阿坤 如果没有那只狐狸 你今天可就无法离开那个洞了 狐狸,谢谢你救我 脱离了危险 虽然之前 狐狸涉及阿坤 去救自己的小孩 但也没有忘记 阿坤救子的恩情 竟然找爷爷来帮忙 将他从洞里解救出来 人与动物互相帮忙来脱离困境 这才是最棒最美好的结局啊 王大婶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吃鸡 尤其喜欢吃鸡腿 家里的人因为王大婶的这个爱好 也想方设法的给他买鸡来吃 妈,你尝尝这个烤鸡的味道 非常不错呢 哇,这鸡肉闻起来可真香啊 女儿真贴心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呢 妈,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呢 哎呀,姐 你也买鸡肉回来给妈妈吃啊 儿子,你姐也是刚刚才买回来的 我刚路过一家烧鸡摊 看到那里的烧鸡做得实在不错 所以就买了一只 回来给你吃 不愧都是我的孩子 都知道我最爱吃什么 我一个人吃不完这两只鸡 来,我们三个人一起吃吧 妈,你尝尝我买的烤鸡 妈,还有我买的烧鸡 味道非常不错的啊 你也来尝尝吧 那我就一手拿一只鸡腿 好好地享用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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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真是人间美味啊 哈哈哈哈 你们姐弟真是非常有孝心啊 我真的很开心啦 哈哈哈哈 然而,好吃鸡腿的王大婶 在一年冬天不小心摔了一跤 将脚摔成了骨折 啊,弟弟,你说妈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又摔伤了脚 可不是嘛,每年一到冬天 她都会滑到摔伤脚 这已经是第三年了 她年纪越来越大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是啊 哎,弟弟,你看 那里有家活鸡摊 我们去买只鸡 给妈妈熬汤喝,好吗 好的,姐 你说的没错 是应该给妈妈熬过鸡汤补补身体 不然看她这样 我真的非常担心的 两位,你们喜欢哪只鸡呢 选好后我立刻为你们宰杀 不耽误你们时间的 我们应该选一只体型大典的鸡 给妈妈熬汤喝才好 没错 最好鸡腿也能大典 妈妈的脚受伤了 说不定吃了鸡腿 会有助于她脚伤的快速恢复呢 嗯,你说的很有可能的 那我们就买大只一点的鸡来炖汤 你们这是要买鸡给你们的母亲吃吗 是的,我妈脚摔伤了 她平日里最喜欢吃鸡腿了 所以我们特意给她买只鸡吃 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啊 这样做,那是会伤害到你们母亲的 哦,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难道我母亲的伤不能吃鸡腿吗 鸡汤是最滋补身体的 我妈又爱吃鸡 这种美味又营养 怎么可能会伤害她呢 难道你们就没想到过因果报应吗 啊,又是一个学佛的 真是凡人 弟弟,我们快离开 不要理她的 哎,你们这样做 那是愚昧形象 是错误的 这种学佛的人 真是凡人 总是在人面前唠叨个不停 妈妈生病了 我们买鸡给她滋补身体 怎么会是错误呢 她的想法真是可笑 哎,我真是倒霉 竟然又把脚给摔伤了 妈妈 最近几年 每到冬天 你都会将脚摔伤 你也太不小心了 以后路上有冰的时候 就别出门 是啊,妈妈 路太滑了就容易摔跤 你年纪大了 摔一下就会骨折 之后你要好好小心才行 这和路滑可没什么关系 我摔倒的时候 路面根本都不滑 哦,难道你是被什么东西绊倒的吗 怎么说呢 我当时走得好好的 也没滑倒 也没被绊倒 突然就感觉 像是有人扭了我的脚 特别痛 接着我就摔倒了 姐 你说妈妈 她会不会是缺钙了 才会这样啊 有可能 下次 我们给妈妈 买一些补钙的产品 来让她补充一下营养吧 你们不用那么麻烦 人家都说要补不如食补 我靠我喝点鸡汤 什么病都能治好的 妈,我看你真是想喝鸡汤了 我们今天已经给你买了一只鸡 一会儿就可以炖好了 等一下就能喝鸡汤 吃鸡腿了 我真没白疼你们俩 你们姐弟俩真是孝顺啊 然而 不管是喝鸡汤 还是吃钙片 王大神的脚不但没有好转 反倒是积水肿胀的更严重 后来就连走路都越来越困难了 妈妈的脚痛越来越严重了 今天医生说 这样下去的话 搞不好会瘫痪的 是啊 可是妈妈 她很不配合医生的治疗 她总是相信 食补胜过药物治疗 妈妈的脾气我知道 所以我最近 一直在收集 能够快速治疗脚病的偏方 希望能帮助妈妈早日恢复健康 是吗 那你有找到好的偏方了吗 嗯 有一个偏方 很多人都和我说过 或许真的会有些效果 是吗 那是个什么偏方啊 我们可以试一试的 很多人和我说 吃狗肉是最自补腿的 尤其是现杀的狗 而且杀这只狗的时候 还不能流血 据说 用这样的狗炖汤 对脚病很有效的 原来是吃狗肉啊 我也听说狗肉很滋补的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买一只狗 做给妈妈吃好了 可是 如何在杀狗的时候 不见血呢 这还不简单啊 我们可以将那只狗 按进水里淹死 那样不就见不到血了吗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方法啊 弟弟 还是你比较聪明 哈哈哈哈 为了给王大婶治疗脚病 这姐弟二人真的买了了一只狗 并准备将其按进水里活活淹死 哎呀 这家伙的力气还真大 是啊 弟弟 加把劲 一定要按住他 我看他还能反抗多久 你们俩快住手 你们在做什么 大叔 你不要过来 这时候 水里的那只狗 已经停止了挣扎 弟弟将其从水中拎了出来 扔在地上 此时 那只狗 一动也不动 豆子 变得鼓鼓的 你们两个人 怎么这么冷血啊 竟然活生生的 将这只狗给淹死了 大叔 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们把这只狗 给活活淹死 还说是没有办法 你们到底 有没有良心啊 我们这样做 是为了救我们妈妈的 她的脚病 需要用这只狗 来治疗的 糊涂 糊涂 真糊涂啊 你们这样做 哪里是在救你们的妈妈呀 你们这是在害她 啊 大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 我们是在害我妈妈呢 狗是我们人类 最好的朋友 它总是那样的 信任我们 可是你们俩 却这么残忍地 将它淹死 你们这样残忍杀生 不但救不了 你们的妈妈 反而自己 也会因沉重的杀业 而遭到报应的 大叔 你也是学佛的吧 你们这些人 都是这样 有事没事 就喜欢说什么 因果报应 杀生兽报的话 就是嘛 我们这样做 那是为了我们妈妈的健康 为了母亲 而宰杀一只狗 有什么不对呢 爹 我们走 不要管它了 好的 现在太多的人不相信果报 等到果报 降临到身上的时候 才会醒悟 到那时候 可一切都完了 姐弟俩将这只狗 炖了给王大婶吃 可是 王大婶的病情 却并没有因此而好转 反倒越来越严重 好痛啊 我的脚好痛啊 真是痛到要人命啊 你母亲脚的病况很糟糕 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 但她的脚还是没有办法保住 难道除了截肢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是的 只要你们家属签字同意 我们马上就可以为她进行截肢手术 这是 我要和我姐姐商量一下 她等一下就会来的 哎 怎么这个时候了 她还没有来啊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姐 医生说妈妈只能截肢了 你说该怎么办啊 咳咳咳咳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也只能听医生的安排了 咳咳咳咳 咳咳 你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 不知道啊 这几天 我总是感觉凶闷 而且咳个不停 我想 是因为 最近担心我妈妈的病情 而造成的吧 我看你 还是去做一下检查 比较好的 啊 好吧 等我妈妈的手术做完了 我就去检查一下 一致咳咽的原因 几天后 王大婶做了截肢手术 她永远失去了一只脚 而她女儿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胸腹积水 怎么会这样 我的腿就这样没有了 怎么会这样啊 病房门口 儿子正偷偷地看着这一幕 他眼里含着泪水 转身离开 朝另一间病房走去 另一间病房里 姐姐坐在病床上 姐 你好些了吗 没有 我感觉好难受啊 弟弟 你说我怎么会突然胸腹积水呢 姐 我想一定是最近太过操劳 累出病来的 不是这样的 弟弟 你还记得我们杀那只狗的时候吗 那只狗被呛得不停地咳嗽 他身体里也必然积了好多水 弟弟 我可能是得到报应了 啊 姐姐 你怎么会这样说啊 这几天晚上 那只被我们活活用水淹死的狗 总是在我梦里出现 而且一边咳嗽着 一边向我锁命 我真的好害怕报应会降临到我身上的 报应 难道这真的是报应 最近几天我也经常做这个梦 姐姐 难道这真的有果报吗 是啊 这几天 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经常会想之前那些学佛的人 对我们说的话 残忍杀生 不但救不了我们的妈妈 反而我们自己 也会因沉重的沙液 而遭到报应的 啊 难道我们妈妈的脚 和你的病都是因果报应 我想是这样的 弟弟 你从今天起 多做一些放生护生的善事吧 否则 果报也会降临到你身上的 嗯 好的 杀生的 杀生的果报 我们现在这样做也并不晚 没错 行善放生的事情 不管什么时候开始做 都不算晚的 嗯 你们说的 有道理的 我说的 我会有没有 我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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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池中华印金协会 邮政华波 沪名 中华印金协会 华波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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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沪池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其他的书本上曾看到 但是从古以来 尤其一般中国人 在诗经里面就有这个名文吗 明灵由子 果云父子 果云就是那个西腰风啊 那么 因此人家没有儿子的 把别人的儿子认为义子啊 干儿子 在书本上就叫做明灵子 不然 在书本上就叫做明灵子